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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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嘿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來到我們 想買Chiripa 瘦川海的系列了 要來開箱什麼呢 就是最近好事都很受歡迎的 綜合水果蛋糕 你們一定會想說綜合水果蛋糕有什麼好受歡迎的呢 它厲害的點在於呢 它一個是1900克 就是一個是1.9公斤 但是它價格只要499塊 而且它用的是動物鮮奶油 我其實看到滿多人在討論它 還滿多人想要看我開箱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它究竟味道是怎麼樣 首先呢我們先來打開它 我是不是很像清水源 我給大家看一下 欸這看起來很像那種 傳統古早味的那種蛋糕耶 就是裡面可能會有包布丁的那種長相的蛋糕 而且因為它長得有點像是我個人很喜歡的紅葉蛋糕 我喜歡紅葉蛋糕的原因就是因為它長得很古早 加上它奶油非常的多 給大家看一下 它顏色看起來超漂亮 有藍莓 然後橘子 草莓奇異果 看起來其實還滿豐盛的 而且這樣才499塊還滿划算的 我們來切開看一下它的樣子 對 我們的刀子還是這個永遠不變的菜刀 但是我還是要澄清 其實我有買蛋糕刀 只是因為它這個喔 蛋糕刀它比較瘦 所以你很難把那個整個蛋糕撐起來 這個比較寬 所以切起來就剛剛好 那我們先來切 我們來切草莓這一段好了 祝你生日快樂 你是不是覺得到底是要不要切 等一下 我來切一下 真的不知道一片蛋糕到底多大 來囉 把它撐起來 看起來還不錯耶 而且中間你看它 中間是兩層卡士達醬 怎麼感覺中間應該要放布丁才對 真的很傳統的那種蛋糕的感覺耶 我把它弄成一個很漂亮的蛋糕 對 人生就是這樣 有時候蛋糕它就是非常的難相處 直接就是一個破該了 而且它現在快掉出去了 我跟大家說 它的那個蛋糕體本身啊 不像是我們一般在吃那種 就是像這種生日蛋糕海綿蛋糕 它是比較綿密鬆人的那種 它是有一點點像那個古早味蛋糕那種 就是蛋糕本身的那個空氣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口感會比較粗一點點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算是好吃的古早味蛋糕耶 然後它的卡士達醬跟奶油 吃起來奶感還滿重的 所以其實不會讓你覺得很膩口 然後它是屬於有甜味 但不會太過頭的那種 很迅速的就把這個盤子吃完 這個盤子吃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移開直接用湯匙來吃 因為我想說這樣子切 直接用湯匙吃真的比較方便 然後我目前吃草莓啊 草莓吃起來其實不會到太酸耶 就是剛剛好 沒有到很甜 可是就不會酸的草莓 還滿新鮮的 感覺裡面真的應該要放布丁耶 你們吃蛋糕會特別切塊嗎 還是跟我一樣也是這種 直接用湯匙挖的人啊 而且莫名其妙吃這個感覺 相對一般的蛋糕來說健康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 它上面都是水果的關係 它的橘子好好吃喔 是有點像是那種植物浪幽 才不會忘記你呢 那種裡面橘子的那種口感 就是很多汁然後一半一半的感覺 你有看到我把它切下去的樣子嗎 那個卡士達這樣擠出來 你看這個 我喜歡它的橘子 它橘子的汁超多的耶 奇怪 我剛剛吃藍莓不會很酸 怎麼中間這個藍莓這麼酸啊 它藍莓有一些很酸 有一些完全不酸耶 因為像這邊的藍莓 我就沒有吃到很酸了 反而就是它味道剛剛好 不至於到甜但是不會酸 再挖下去一定很漂亮 藍莓就掉下來 這是1 2 3 4 這四種水果裡面 其實我最喜歡它的那個橘子耶 它橘子吃起來真的好好吃喔 這個如果配上優格一定超讚的 而且是那種奶味比較重的那種鮮奶優格 我吃到很酸的草莓耶 一個人餅 人品大考驗的感覺 這樣很漂亮 這個剖面是不是很美 就吧 我開箱過那麼多款 好適度 喔 好酸喔 這顆藍莓 我本來想說把那掉在邊邊的那個藍莓 吃掉再來聊 結果 就一咬下去之後我就開始微笑了 有點像古道梅子綠茶 生味啊生味的感覺 就是我吃過那麼多好適度的蛋糕 應該說開箱過那麼多好適度的蛋糕啊 結果這幾款裡面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草莓千層那一款耶 就是跟這個比起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蛋糕體本身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點粗 它不難吃了我覺得它是OK的 就是以滿分10分 我可能會給它5.5分 因為它水果很新鮮 這時候我一定要再次的跟大家強調一下 我真的很希望焦糖奶油酥可以回來 結果我今年一直在等 應該是我從去年就一直在等它了 我也有很多螞蟻人的觀眾也在等它 結果它今年沒有要回來 不對 它去年就沒有回來了 你去哪了 焦糖奶油酥 焦糖奶油卷 你到底叫什麼 反正你就是焦糖奶油 不是酥和就是卷 你真的很好吃你不要離開我 你趕快回來 嗯 欸 為什麼 它藍莓分兩邊 這邊的藍莓沒有很酸 可是你們藍莓怎麼會算這樣 但是有分是不是 我好迅速就快吃完了 優秀的錢 等一下 這四顆都是藍莓 我是不是應該要分三次它 這四顆不會酸耶 剛才才想說該不會是懲罰吧 先倒立立 這種就沒有什麼好唱啊 只有什麼水果蛋糕可以唱嗎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樣甜 它這個是酸的耶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樣酸 辛辛香冰淇淋 這個草莓 有些很酸 有些不酸耶 我到底為什麼 我要把我的橘子留到最後 只要一吃酸的就想微笑 好 最後一口 吃完了 這速度好像是有點快 吃完了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就是我覺得還OK 就是買了你不會覺得很厚 就說天長這東西也太難吃太雷了吧 不過就是也不至於到驚豔 然後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地方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上面水果放得非常的多 然後水果吃起來其實我個人覺得滿新鮮 當然它一定不是新鮮水果啦 還是其它是 因為我覺得可能有稍微醃製過 可能像橘子的部分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的口感還滿好 因為其實它的橘子 它的那個咬下去的果子 那個果肉 非常有果肉的果汁更好喝 就是 它咬下去的時候那個 我覺得它的橘子還滿juicy的 然後它的奶油 因為是用動物性的奶油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比較沒有那麼膩口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藏鮮可以 但如果要回購的話 就是不一定這樣子 所以看大家覺得怎麼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再見 拜拜 可愛 謝謝 我剛剛唸的那一段語數是不是有點快 你們一定是不是很想要關掉 那你就關掉我吧